神经博物纳米的房间第一期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长生不老的三种技术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 人有两种办法实现长生不老 第一是通过生宝宝 传宗接代传递基因 那么第二种办法是通过著书立作 完成语言观念信仰和行为方式的传递 我们也把这种文化的基本单位 叫做魔音或者叫弥音 但是现在硅谷的一帮科技狂人 有了第三种办法 他们认为纳米机器人 一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 那么如果我们的人的身体里面 跑满了这些纳米机器人 那么几乎可以消灭一切疾病 所以说他们的信仰 就是死亡是一种疾病 是可以治愈的 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现在美国的两个总统候选人 都已经快80岁了 很多人会说 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如果按照这帮硅谷狂人的 这个理论的话 那么川普和拜登 其实都还是年轻人而已 点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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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击